请收看 维新世界 青年一点通 雷山笑过 雷泽贵美 离东八卦 离为佛 火香与火风 冰火水为几山 水梦 风水还 天水雄 天火同人 真宗八卦 真为雷 雷滴雨 雷水险 雷风恩 地风声 水风静 这风打过这雷碎 当我们从校园生活毕业 进入社会后 也算是人生即将开始 要开始对自己负责 不再有人帮我们 规划未来的行程与目标 一切必须由自己掌握和决定 当社会经验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我们呢 该如何来保护自己 为自己好好的规划呢 师父开示 大家学易经 做事工作可顺心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于问题 防范未然 减少失败 增加自信智慧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圆芳 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 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我们都会邀请到中门我们较年轻的同修学员 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各位分享 他们在学习一经风水宗教的一些正道故事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再次邀请到我们台中道场的学员 是我们今天的江继云 继云 谢谢我们的小花 谢谢好 各位观众 电视前的观众大家好 是继云很害羞 在这一次的录影之前 我也是千拜托万拜托 对不对 对 最后还动用了我们的原格师娘 来邀请我们的季云 来一起来收到我们的采访跟记录 那让请季云跟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目前是什么班级以及你的工作 我现在目前在正期的29班 那是圆艺法师带的 对那我的工作目前就是以平面设计为主这样子 对 那在台中道场有很多的设计文案EDM 都是出自你的手咯 是啊 圆艺法师跟原格师娘没有嫌弃 对 就是在这几次的活动上面 就会觉得台中道场所给我们的电子的邀请函 都变得很有质感 在这几年上面 不敢嫌不敢嫌 对啊 也是有很多师姐大家一起累积下来 然后现在由你来承接 是是是 对啊对啊没有错 对啊 也很好奇小花 我们当初是怎么跟我们 维新生教结缘的 跟维新生教结缘就是因为我的好朋友 那个伊菲他先来中门 对那在 就是他会回去跟我分享的时候 中门今天讲了什么课 或者是在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 他都有运用上 那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讲到一个SOP 我想说什么佛教跟什么基督教都没有什么SOP 为什么中门上有什么SOP 那我就好奇的刚好初期66版要开 然后就好奇的跟他一起因为他妈妈也要一起来上 那我就跟他的一起来上课 哦真的有什么叫SOP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真的 那在SOP上最主要的话就是 我第一个亲身体验是在我爸爸身上 对那我爸爸因为就是 我从小的话就是他都非常爱喝酒的部分 对那导致上我们跟他的关系就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常常就是看到他就是喝酒喝酒喝酒 从早喝到晚 对那在他去年的时候就跌倒过三次 在他跌倒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觉得他不能再喝了 那我就刚好园艺法师在八楼老祖殿那边有在问事情 那我就跟一飞然后我就坐在旁边默默坐在旁边 心里想说要问吗不问吗不问吗 因为他已经很久了 我们心里真的觉得他可能没久了这样子 那一飞就提帮我提去问老师说 老师既云爸爸很爱喝酒那怎么办 那连法师就问这有盖啦一定有盖 我们刚好就是有一个文书酗酒文书 是 对那我拿到的时候师姐就跟我讲说 你就照着念然后念金刚经一遍然后再念文书 那因为我的家庭状况会导致我 差异很重 对那我就会觉得说好吧就试看看 对那真的念了一次两次 三次好 再念到两个礼拜我真的觉得说我该打回去问看看到底是什么状况 对那我就打回去我妈妈就接起来是我妈妈接的 她说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你爸爸是不是又生病了 怎么最近都没有喝酒 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老祖有保用 真的是念经有用这样子对那我也没有把这件到现在 我都没有把这件事情跟我妈妈讲 因为连一法师跟我讲说你只要讲出去就没有用 是对对对所以到现在我还是 因为她现在就是只会喝一杯然后再加水 就可能酒的部分就剩下三分之一 对所以我就会两天三天念一次 但是都是还是有有那个效果在 对对对这是我非常亲身体验的事情 哇那今天这个妙法呢让观众朋友也都知道 你在我们的妙法欢喜献受奉行 那我也很赞叹我们的小花继云 愿意把这件事情来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对啊对啊因为这件事情很多 不只是我们家庭状况是很多的人 是很不喜欢把家庭状况讲出来 但是在进入中门之后我尝试的把自己的心打开 对这是我接近老祖跟远一法师跟远格师娘的改变 对他们他们让我看到说人可能 不管是谁都会有辛苦的那一面 但是只要我们在中门里面 在老祖面前在法师面前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心敞开 对这是我最大的改变 对啊 除此 小花的改变 季云的改变之外呢 在家庭上面因为这样子而有非常大的改善 跟爸爸甚至跟我哥哥 我弟弟跟我是不跟我哥哥沟通的 因为我哥哥是人家说大小的大小的 人家在疼的嘛 我们这个比较小的就没人疼的 对可是进我中门 进了这个中门之后两三年 我跟我哥哥真的有沟通 对但他也愿意跟我们沟通 这是我们家是最大的 非常最大的改变 对啊 天哪都非常高兴 就是觉得在一家团圆 一家一起欺益 一心的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当然当然 对不管是家庭的和谐 或者是家人的健康 这个我都非常重视 而且现在是因为有跟家人合作 文创的生意吗 文创生意的部分就是因为 我本身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但真的我都年纪就觉得 可能35岁左右了 那我就觉得说 可能自己要走一条路出来 对那我也运用我自己的领域 然后跟我朋友 他自己擅长的领域 然后我们做一个结合 对那在做这些的同时 我们有去问圆域法师 就是粘瓜部分 到底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对那圆域法师 我们是先粘瓜来 然后直接给圆域法师看 那圆域法师说 哦这会贪钱啊 没问题一定会可以做的 我们才放了100颗星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这样 是 然后师傅也教我们 凡事要用意嘛 对对对对 在很多的生意 无论是工作 还是自己的家庭上面呢 小花都有亲身的那个用意 对对真的用意很重要 对包含在我工作上 我现在平面设计师 我有一个助理 对啊他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年纪轻轻25岁 就移张盐跟糖尿病 很严重 对那就去做了交互病房 那交互病房的医生 就有跟他讲说 你要请家长来签 方济同意书 对那我就听了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我就听了就很不舍 对然后我就在 我们的太极殿那边 帮他点了灯 点了两个礼拜 那真的有出院了 但是他要打胰岛素 医生跟他讲说 早晚要打胰岛素 那我心里想 这25岁的小孩 只要打胰岛素很 很心疼 然后就赶快再 帮他带他来到 园医法师面前 然后请园医法师帮他沾挂 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样子 对那刚好 他在沾挂的时候 就是有九九法会 我们 先佛师那边有九九法会 那园医法师就 请他去报那个 九九法会的部分 对那报完之后 真的一天 他的身体状况 一天比一天好 那胰岛素 也很神奇的不用打了 对对对 那到现在就包含他的饮食状况 就是扣制一下跟甜食不要吃啊 对等等的 包含配合这些的话 基本上他现在身体状况 跟我们正常是一样的 哎呦 对啊对啊 年轻的孩子 其实在很多医疗上面 我们的身体是要 让医师藉由科学的方式来做治疗 对 但是在灵魂界呢 是我们不太能够用科学的方式来做解释 只能用宗教的法医的方式来做祈福 来做化解 对对真的 嗯是 在身体的健康上面呢 是相当重要 那小花你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自己身体健康 因为我从小就是有感冒 就也不是像感冒就是只要秋天季节 就会开始咳嗽 那无解真的无解 就是每一年都那样子 那甚至于有一年很延迟是已经狂咳 狂到抱着肚子抱着你的肺 然后在地上蹲的时候 你只能去大就是去大医院看 然后就开了一个泪气喘药给你 可是我吃了之后 就会觉得心脏不舒服 就是人家所谓的心剂 对那后来进了中门之后 我想要改变这个咳嗽的部分 然后我自己沾了卦 然后给法师看之后 他就说 哦这个是跟 这个状况呢 就是你有缘的 阿公在跟你吹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阿公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他 好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我阿公就已经 已经离开了 对那好 我就帮他在我们老祖圣诞的时候办法会 当天我报名真的不咳了 对到现在每一年我都帮他泡 我真的都没有咳嗽 嗯 有时候也是跟我们有缘的 祖先或者是临界朋友会来求度 对对对 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 那要怎么化解呢 那也就是用意嘛 用意 真的用意真的很重要 对我来讲真的很重要 嗯 只要凡事你有什么困难 我也不是说每一件事情就是小 芝麻小事就只有用意了 就是我觉得过不去的事情 或者心烦的事情我就会用意 嗯 那老祖真的就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 也不会让你走两条路 三条路 就是走完冤枉路之后 再转回来说 你该走这条路 他只会给你一条路 你就是该这样子走 对对对 这是我在老祖身上真的是有感受到的 是对 可以少走冤枉路这件事情 真的真的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的正道案例上 是运用在你的生活呢 生活上吗 嗯 我基本上都是用在工作上 因为我刚刚有所讲到的 我20岁25岁的小妹妹 她这样听着听着我会跟她分享 说我们的中门 那我们中门今天讲了什么 嗯 对因为他也是一个天气的 哈哈哈 她就会问我说 啊你们今天讲了什么 啊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因为她的工作关系就是 因为她早上在公司工作 那晚上有在打工 对那我也觉得她辛苦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被特别疼惜她 嗯 对那我就会跟她分享说 哦我们今天讲了什么 啊你要不要来听 啊她都会跟我讲说 啊再看看啦再看看再看看 我就我心里想说就是 没关系 老祖分享给我的 原意法师分享给我的 我就分享给她那样子 对也带也间接的带入她到这个中门 那她现在呢身边也也会有我们的这个中继 对对对她也跟她求她也求了一个 那她妈妈也求了一个她男朋友求了一个 嗯对对对 那中继带在身上保平安 对真的真的 我弟弟也在加拿大我也有帮她求一个 嗯就是中继到加拿大去这样 那也欢迎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到我们各分次道场都可以来请一个中继 然后带回去带在我们自己身上 对对对对对 来保平安 师傅也提到说我们的妙法谱传嘛 不管用任何种方式 也许是来道场接法 或者是就像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在电视机前面或者是电脑前面 都一起来接法 希望这些妙法呢 老祖师尊师傅所传的妙法 师傅所传的妙法都可以帮助给大家 那也很好奇那个我们小花 现在的文创工作上的领域 会有哪些最近有哪些 比较特别的文创商品 可以跟大家分享 文创商品的部分的话 我们目前有做钥匙圈 那我们的钥匙圈就是有 也有特别去挑过是块木的钥匙圈 那还有口罩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刚过年嘛 用红包带 对 洗漆 对 那目前就是这三项 这样子 都是跟 什么元素结合呢 跟歌仔西元素去做结合 这样 因为现在歌仔西现在正行 对 就是台湾在推行一个文创厂业 对 那我们就跟着文创厂业一起去推行 当然 以后可能不是文创厂业也有 看就是看实施去做改变这样子 对对对 在设计这些商品上 就是比如在你的工作运用上面 有没有结合到维新圣教所教导的 当然有啊 就原格师娘会请我跟 袁毅老师会请我去帮他们设计一些文学的部分 包含台中道上的一些文学 包含现在的老祖法会啊 现在的那个老祖法会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春酒部分 对 都是我去做设计的 对 那当然原意法师都跟我讲说就是 你设计不错 我就觉得说 这个可能是我的本业吧 对对 就比较谦虚一点 但是说真的原意法师可能也没有嫌我说 做得很差啦 对 但是就是用鼓励的方式 对 所以我才会跟主持人讲说就是 因为法师跟原格师娘很愿意 让我们年轻人去做这些 虽然做错了 但是他还是会跟我们讲说 没关系 再改变就好 对对对 也会让我们有学习的机会 对对对 在很多的法务工作上呢 其实师傅也都开示我们 才师法师无畏师 在这样的一个设计工作等等呢 也是一个义工一个法务的务师 对对对 真的真的 可能也比较老一辈的是做厨房的工作 或者是扫地的工作 可是我也觉得说我们每一项的法工都是很殊胜的 是 包含我现在做的设计 包含现在每一个活动我都会去参与所有的细节部分 对那每一次做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 哇今天要做好事情 就是开开心心的回家 但是在人与人沟通上 这是我们需要去磨练的嘛 对所以在这方面 我有学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对啊 对啊 也会有发起充满的感觉 真的真的 因为在录影之前 原格师娘一直说我们的小话真的很害羞 但是在今天的感觉呢 让我会觉得是非常落落大方的一位师姐 愿意跟大家分享她们的她的正道故事 那也会很好奇说 在我们的文创产业之外呢 在其他的工作上的结合或者是生活上的结合 有没有还有其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台中道场的话 我是承接就是29届的会计 然后跟75班的会计 刚开始要接会计的时候 原格师娘只有跟我讲75届 那她已经跟我讲一年了 对 那我就会计吗 我是学设计的呢 那会计工作我真的可以吗 差一个字差很多呢 真的 对 那我心里我就 嗯 好吧 师娘都已经跟我讲说 已经跟我讲一年了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她 那我就接了75班的会计 对 那75班开班 开课之前是 29届先开课 差一个月而已 那29届我心里想说 第一天就要 选会计工 会计了 我到底要不要去上课 对 那我心里想 嗯 好吧 好啊 还是去听看看 反正第一天嘛 第一天一定要去看一下 讲了什么课这样子 阿师傅也会来 对 那29届在选会计的时候 我就坐在第二排 那原音法师就看到我 救你了 我心里想说 我已经接了75班的会计 好好接29届的会计 这样我可以吗 因为我是一个新手 嗯 对 我也没有碰过这种 钱的状况 嗯 那原音法师就说 啊你也可以 原格师娘在后面 然后我就退下来之后 我就跟 木检代班的会计 在那边讨论 嗯 原格师娘进来之后就问说 啊这班的会计是什么 哦 寄云啊 我就 我就问原格师娘说 我可以吗 原格师娘说 哦你可以啦 一个两 一个人接两班可以 嗯 好 是 对啊 然后我就 嗯 嗯 心里还是存着一点 犹豫在 但是我还是有承介上 嗯 那慢慢慢慢 有一个师姐在带我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 嗯 好像没有这么困难 只要把事情做好 然后 学员的钱 收的学费 我们把它弄好 对 对 那帐的部分 就是 准时的到先后市的 一金大学去 嗯 那就没有问题 那我承介了两三个月 然后 原本想离职的心 哦没有了 对对对 已经都非常顺手 其实在担任班级干部呢 的方式 其实也是在 训练我们自己 训练我们领众 训练我们 在带领班级等等 也是很快速的 能够了解到 我们维新圣教的 各个行政流程 对对对 嗯 对啊没有错啊 藉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而且每一个月 都会准时回到 仙佛寺来 交务处 跟交务处交接资料 对不对 对对没有错 嗯 也可以更多的了解 以及更多的机会 来一起参与很多行政工作 对对 老主的法务是真的非常多 可是每一次的收获都不一样 嗯 对所以 嗯 也希望其他的同修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些法务工作 是 那我要邀请我们的小花 邀请我们的季云 再一次来邀请我们电视机界面的观众朋友 无论是一起来接法 或者是来上课 或者是在中门里面担任出我们领众的工作 来一起邀请大家 各位电视机观众朋友 希望来接我们的老主的法跟老主结缘 那也接平安回家 阿弥陀佛 谢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小花 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邀请我们的年轻同修 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大家一起来接法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节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